在那模糊,黑暗,无法立足的未来线上,唐杰伸出了他的手 从那一刻起,他拥有了将公鸡送往未来的能力 不过,这也让他之前的计划出了些岔子 他实际上并未能得到那重宝上的悼念,而是借机领悟了自己的东西 此外,就是这个能力还非常的初级 他现在能够输送的时间段只有三十秒 也就是说,他最多只能将公鸡定时到三十秒后 而且有固定的位置 比如,唐杰对A点打出的公鸡,隔了三十秒后再出现 那么,不管唐杰在哪儿,公鸡依然只会打向A点 假如,目标在这个时间移动到其他地点 那么,公鸡就会落空 正因此,唐杰的定时公鸡多是范围公鸡 比如,龙弱手,大摩罗天王重,无双斩,神庭千变等 至于猎一指,不好意思 这一法术在刚才实际上是落空了 云从天刀也只有六把击中了目标 同样的原因 唐杰在使用定时攻击时不能离开区域太远 所以,他必须顶着对手的进攻在圈子里转 而不能尽情地闪避 幸运的是,他面对的是炼兽门的人 炼兽门速来靠数量取胜 爆发性能力列全派最差 正因此,唐杰才能相对轻松地拖过三十秒 如果换成是千秦宗的人 那唐杰能定时两三个法术就不错了 再敢多定,绝对是自己找死 值得注意的是 每一次定下时间都必须是固定的 无法修改 同样也无法存在多个攻击点 也就是说 唐杰不能够放出十个法术 并让他们一部分在十秒后爆发 一部分在十二秒后爆发 这是不行的 同样的原因 打出去的法术无法再修改爆发时间 更无法收回 只有在这一切过后 他才能重新定义自己的法术修为时间 当然了 这些都和他的道境领悟程度有关 当他的实之道念领悟见身时 这一切也都会增长 总而言之 这就是一个先隐忍后爆发的能力 也是继碧海晴天一战后 唐杰暴露自身大多数体牌后 补充上的一张新的强大底牌 同时 这也是唐杰悟道过程中 真正直接提升自身战斗能力的悼念 在此之前 智慧空间 因果对他的战斗帮助都少之又少 若智慧 主要用来提升领悟能力 洞察 虽可发现对手弱点 却耗时太长 而且 许多人是发现了 也未必就能对付 空间当初是为了 制造破坏传送阵 如此着重于空间阵法 因果 则是重于事件 与战斗更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直到悼念定时的领悟 才使得唐杰真正拥有了一次大幅度提升自身实力的机会 此刻明白了唐杰的意思 兔妖心中也是一阵的惊骇 集中施法与分别施法的差别有多大 兔妖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 而刚才唐杰的手段更是证明了这一手段的威力 一想到将来这小子若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各种通天法术一股脑的砸下来 其可能产生的结果 让兔妖也不由一阵的哆嗦 倒是不由庆幸起自己现在跟了这个主人 正乱想中忽见远方又飞来一人 一身粉衣裸裙 不是沈秦丹又是谁呢 看到是沈秦丹 唐杰不由愣了下 他怎么来了 有心想避开 但估计是被刚才那惊天动地的法术 洪流所吸引 沈秦丹却是直朝这里过来 转眼飞至近前 他看到唐杰 一双明眸 一是充满了惊讶 唐杰 你怎么在这儿 唐杰只能回到 途经此地 正遇上海上秘境 一是好奇 便进来看看 沈秦丹狐疑地看着他 这么巧 我走了四天才走到此处 你刚进秘境 就能到这儿了 唐杰见谎话被沈秦丹 轻易戳破 哈哈笑了一声 正想再解释什么 就见沈秦丹的毛子 按了下来 你就在那儿了 你看到我来 并打开秘境 对吗 唐杰立时制住 凝厉片刻 终于点点头 对不起 沈姑娘 我 沈秦丹冷冷地打断他 我知道 你只是不想和我产生纠葛 见到我就避开 也属正常 省得被那许姑娘见了 又发脾气 他闹得你又不好做人了 唐杰忙到 沈姑娘误会了 当时 炼兽门的人也在 他们一直在追杀我 我不适合现身的 沈秦丹问 那 如果炼兽门的人不在呢 你会现身吗 唐杰张了张嘴 一时间 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是 如果炼兽门的人不在 他还会现身吗 这个问题 让唐杰感到 为难起来 他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 心中隐隐有了答案 就是 自己依然不会 沈秦丹于他而言 终究 只是过客 所谓的婚约 不过是一个笑话 但这些话 终不能当着对方的面说 伤了对方的感情或自尊 因此 犹豫 彷徨 一时间 不知所措 沈秦丹看着他 却是明白了他的心思 轻轻叹了口气道 你终归 还是不会的 唐杰只能硬着头皮道 没有发生的事 谁也说不好 只是 不能确认罢了 无法确认的话 现在 也可以试试 沈秦丹 却是不退让 唐杰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你 你 沈秦丹道 既然相遇 并是有缘 如何 唐公子 可愿与我 结伴同行 唐杰苦笑 我正在被 炼手门追杀呢 与你同行 只怕会给你带来危险 你看 刚才我就是 与炼手门的人交债 这不 还是侥幸生还吗 沈秦丹冷笑 我的确 我的确看到了 唐公子玩好无损 利寿门 尸骨无存 这 唐杰亚然 再也说不出话来 他现在也算是明白了 这沈秦丹 就是典型的公主脾气 天性好强 争胜 不输于人 他未必是喜欢自己 就是见不得别人无视他 此刻的话 处处针对的 都是唐杰对他的态度 看这下是 若是不给他个满意的答复 估计 还有的给他找麻烦呢 也罢 既然你想跟来 那就跟来好了 想到这儿 唐杰道 小公主盛请 唐杰愧不敢辞 既如此 那便一路同去吧 听他这么说 沈秦丹脸上 终于露出一丝微笑 转身道 走吧 等一下 唐杰道 沈秦丹脚步不停 怎么 唐公子 可是又要后悔了 不是 那里有 唐杰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见远处光焰乍起 掀起一片惊天的潮流 沈秦丹啊的尖叫一声 已被气浪 震飞空中 有法术陷阱啊 唐杰的话 这才飘飘传来 再看沈秦丹 虽然这一下没伤到他 却已经弄得他是灰头土脸 唐杰 他愤怒的高呼出声 唐杰两手一摊 还是我来带路吧 领悟了十之悼念之后 这里的错乱时空 对唐杰的影响大大减少 只是一些不再乱搞的时候 空间范畴内的法阵 依然能发挥作用 使得唐杰无法一路直通 尽管如此 他的前进速度 已是大大的加快 如果没有意外 最多再过两三天时间 当可上岛 一路行来 唐杰与沈秦丹 少不得也相互说些话 一开始 唐杰还有些不好意思 反倒是沈秦丹 落落大方 主动询问唐杰的近况 以及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唐杰便一一回答 沈秦丹也大致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原来沈秦丹在和英姨等人下周之后 一路前往仙岛 没想到半路上竟然遇到了一群开制妖物 数量众多 最惊人的竟然还有一只画形的大妖 逍遥宫虽也是人多势众 却还是不敌这些妖物 最终只能是四散奔逃 沈秦丹就是在妖物追赶下逃到这里的 也不知道 英姨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说到失散的护卫 沈秦丹的情绪有些低落 放心吧 妖物一般都有自己的地盘 只要脱离了他们的领土 通常就不会再追杀了 你的人应该不会有事的 沈秦丹道 我也知道 可正因此我才觉得奇怪 为什么那些妖物会突然联合起来攻击我们 他们不是应该各守一方吗 唐杰想了想回道 妖物开制之后 智慧与人无异 许多事再不能以常理揣渡 有所组织亦不稀奇 那你刚才还以常理来说他们不会追杀 唐杰怂了怂肩 你可以当我说错了 沈秦丹狠狠瞪了他一眼 半傻低头道 我还是当你说对了吧 自己想想好笑 不由笑出声来 看他笑得灿烂 唐杰的脸上也不由反出一丝笑意 这一笑 如乌云飘散 使得两人之间的一点尴尬与不快终于消除了 其实 无论唐杰还是沈清丹 都没有意思发展些什么 正因为心中无鬼 在去除了一开始的赌气成分后 那点隔阂倒是很快就放了下来 关系也因此而缓解了正常许多 当日晚上 在穿过大片海域后 仙岛已是遥遥在望 站在树顶 唐杰望着那处仙岛道 看这样子 明天应该能上岛了 我们今天先在这休息一晚上吧 越到尽岛 妖物的实力就越强 仰精蓄锐 方合一战 嗯 沈清丹点头同意 这一路走过来 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妖物 虽然说大多轻松解决 却也感觉到妖物实力的迅速提升 这便取出一个玉石刻成的小物 向空中一致 那白玉小屋已在空中不断地放大 落在水面上 变成一座海上小屋 看得唐杰也是嘖嘖称奇 逍遥宫的浮宫之术当真是一决 可惜我只带了这一个 沈清丹对唐杰满是歉意 其实这玉屋里的面积宽敞 一次挤进四五个人同睡还是没问题的 只是男女有别终究是不便邀请 没关系 唐杰对沈清丹做了个自便的手势 沈清丹步入屋中回头看去 只见唐杰已靠着一根树枝躺了下来 那树枝在空中上下摇动 带着唐杰的身体起起伏伏 倒也颇见悠显 沈清丹笑了笑 又从戒子袋中取出了几面小旗 这旗子和唐杰的八门旗一样 也是阵旗 只要施展出来 就可以在玉屋周边形成一个警戒法阵 可以警戒四周 起到报警与保护的作用 不过 只能形成这一个阵法 比起八门旗来又差得多了 此刻 沈清丹正要将镇旗摆出 突然想到 自己现在是和唐杰在一起 如此布阵 会不会让他以为 自己是在防他呢 好不容易消除隔阂成了朋友 还是 别因为这点小事 再称嫌隙而好 想到这儿 便又将旗子收了回去 唐杰不知道 他心里面这许多念头 只是靠在树枝上 凝神思考 回味着白天一战 自己对定时的运用 以及可能提升的空间 与此同时 沈清丹也躺在小屋中 却有些静不下心 倒不是说 唐杰扰乱了他的心 只是这一场相遇 虽谈不上激情万丈 却总觉得有些古怪之处 他自己也说不上古怪在哪儿 偷眼望了一下唐杰 只见他自始至终都在闭目凝神 心中暗想 他心里终究是没我的 自己又老是想他做甚呢 这么想着 低下琴手 倒是很快进入了入神状态 夜渐渐深了 秘境中一片寂寥 唯有花花的水声 让这黑夜平添了一丝生气 平躺在树枝上 唐杰一动不动 突然 他的眼睛睁开了 缓慢地站起 看了看四周 这才从树上下来 落于水面 唐杰看着那白玉小屋 眼中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他向小屋内走去 小屋里 沈秦丹正宁神打坐 休者是不需要睡觉的 宁神打坐就是最好的休息 相当于休者的睡眠 不过 宁神本身是比睡眠更加深沉的方式 某种程度上更不易察觉外界 沈秦丹显然没想到 会有人在这个时候靠近他 他双目微臂 欲比有节奏地开合着 带着奇怪的韵律 双眉舒展 在夜色下挑出一片令人赞叹的美感 双手 偶尔还会不自觉地 掐出一个个印法 站在沈秦丹的身前 唐杰看着沈秦丹 目光一眨不眨 终于 在沈秦丹一个悠长的呼吸后 这代表着一个小周天的完成 唐杰突然出手 捂住沈秦丹 将他向床上按去 沈秦丹从宁神状态中清醒 大吃一惊 本能地想要抵抗 噓 捂着他的嘴 唐杰低声道 别出声 有人在偷偷靠近我们 公靖 沈秦丹 沈秦丹